《安静思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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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东西两个信息发不清楚的 发那个感谢什么呢 我离婚了我很痛苦 我说在我的角度小事 然后他还是痛苦 他有啥用的 他说我是大事 我说我是小事 他说我编不成你 我说我也编不成你 就这样嘛 两个说来说去吧 真的有时候这个失恋啊 你个疯了这些 真的啥也不代表 为什么人失恋了 他说真的爱不起了 就是爱不起了 为什么他啥也不代表 为什么不能回到最初的那种 相识的时候那种状态呢 就是说他不爱你了 啥也不代表 就是不爱了嘛 又什么呢 又不代表你低了 又不代表他高了 是吧 他说我不爱你了 就一句话 就代表不爱了嘛 他爱不起来 他没能力爱了 他没那种不爱的能力 他也没能力 他就生不起那种激情嘛 他就不爱你了嘛 就代表不爱你 啥也不代表 他仍然很高贵 还是你刚出见的时候那种 很有魅力啊 或者是很什么 你仍然那么高贵 那么优雅 那么美 两个人虽然不没手上一根寒毛啊 为什么让那个过程 就破坏了这种美好的这种心态 不爱就不爱了 不爱不代表两个人怎么样 什么也不代表 甚至连祝福也没有 大家就是不爱了嘛 中间曾经有过爱 好像想有个桥 把两个人连在一起 现在这个桥没有了 这一个我爱你的这个桥没了 变成我不爱你 这个桥就OK了嘛 但是你在这个其中的人 连在其中的人 你执着在里边的人 真的好苦啊 好辛苦 感觉很辛苦 但是其实你走过来以后 你会觉得 不爱真的什么也不代表 其实你痛苦的是 为什么他不爱我了 为什么他不爱我了 是不是 他不爱你 不代表你不好 代表他没爱的能力 就这样简单 他没有爱你的能力 佛是爱一切众生的 他没有爱你的能力 他就不爱你 他只爱那个人 他只爱那个人 那个人 可能他也不知道自己爱谁 但是他没有爱你的能力 就爱你这种众生的能力 是不是 你不杀也不代表 不代表你不优秀 但有爱你这种众生的能力 人 只不说我不是他 在你的意识层面 还是把它当成那么好 他也把你当得那么好 就像第一次见面一样 把这个过程审战掉 因为两个人都觉得对方好 才走过来的 因为你觉得他好 他觉得你好 两个才走在一起的 但是走在一起的以后 吵吵吵吵吵吵 最后分开了 没有啊 回去以后他仍然那么好 你也仍然那么好 要经常说分不开 分开了 又想着 见了面又吵 这种都是冤家 还没有缘分未尽 就是两个人的债务关系 纠缠不清 一直搞不定 所以还不清 有一个还清的就OK 就了了 那都是有欠的 欠债的 欠债的 互相在还了 跟人越来越说不清楚 善不也 或者是他欠他的 他情债啊 或者什么债务都有 一般在人道啊 就是这个情是比较难放的 就是欲好还好放 但是情就不太好吧 因为包括菩萨 是几地菩萨是地 菩萨还属于有情多情吗 有情吗 度有情吗 我们是度有情众生吗 就是菩萨的 菩萨最后破的也是这个情字 到最后 情情有情爱情 所有的都是情 你就生活在一个情的海洋里 每一个情度在考验你 你能看到一切的虚幻 但是又能够 心中保持那种爱的话 是比较困难 就是你看透了众生是这样的 但是呢 你心中的爱 动不动的话 这个时候就差不多 所以你们要辅助心理 生理上的修正 才能把这个杆拔掉 但是你情欲一静的时候 尤其对我们欲见前的众生来说 情欲一段那一刻 你会发现你 你是不一样的 就定力随之而来 根本你不要做这些 定力随之 你不动了 你会发现 所有的东西 都是情欲的风在晃 所有的东西 因为有情欲 你的自我 就执着的很厉害 然后情欲一段不消失 然后定力就来了 就社界界 无社界的定 自然就出现了 在你身上 一般就晃不动你了 但这个没成到 但是也有的众生是歇破这个 所以说你把哪个排在最后了 最后你那个草 是哪个真不知道 但是一般都是 这个情欲是在通过前面的一系列的理论的指导啊 或者是在禅定力的帮助下 慢慢破境 破境 然后慢慢的还要破理障 理障 因为你是 因为在你修正的整个过程中 你是要成佛的 有一个佛像 其实始终有一个佛像还在那儿未破 有个佛像你就有众生像 你就有众生像 你永远觉得心不安 永远觉得你不像佛 因为你固定了一个佛像 固定了一个众生像在那儿 那么在你的意识层面 两个像 你永远觉得你不像 你不像 因为你那个佛像定的是另一个状态 你只要没呈现出 呈现不出那个状态 你就觉得你不像 你就不自在 你就心不安 你觉得你的修正是没完的 你就觉得你还没有修正成功 你永远觉得说 好像我没成到 好像我没成到 永远觉得是处在这种心态里 然后你就到最后要破这两个佛像 还有理论就是文字概念定义这些理障 就是这些要一撤一撤一撤 反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破 反正你看经典上说的那些东西 你如果这样一撤一撤破完的人就坐在这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他真的就是那样 根本不需要 你意识层面就不再思考 他说出来就对应了你的状态 说出来就是那样 也就是那样的 破完的 反正你破完以后 你会发现你啥也没破 那些东西本来就没有 没破完就是有 成成有物 成成有物 破完就没有 不管它是物也罢 坏也罢 油也罢 它对你还是个像 你知道吗 虚空都是在你那里有个 是个有像 你知道吗 你认为你是个空像 是个有 你一直在破这些东西 你一直没有空清零过 一直没有把它清零过 其实真正的 真正的空 对你来讲 对有来讲 空是个清零 零状态 先回到零状态 因为你说空 你就有空像 其实我说 空不是什么也没有 你有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又是个像 就是个信息 始终在脑子里 你就不停 啊 折腾啊 就是这些 所以还是要打坐 打坐 你坐在那儿 不折腾 因为这个始终在意识层面 跟你讲 坐在那儿 全部 无所谓 管它了 就一万个一 一个信息 油也罢空也罢 我不想 我不比较 他就觉得是个空 还是个油管它 是个社会 不二的 油也罢 空也罢 跟你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 他就是个什么概念 跟你有什么关系 什么像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到底是想变个不二 还是想变个空 想变个油 到底你想怎么样 所以这些都跟你没关系 你就打你的坐 但是通过打坐 你把这些就要窝 越来越透 越来越透 我们没有一年空空 我们一直有 所有人一直有 一直在有之中活 你头脑就没停过 你只要不定义 不分别 因为你头脑里边 那些东西很多 太多了 图像 声音 照片 信息 负面的 怎么样的 好的 包围着三千大全世界 那么多 包围着你的大脑 就像个电脑系 你一分别 一定义 一定义就分别 定义坏的 他就说我不喜欢 就开始分别 一分别一定义 你就提取了 就开始启动了 这个系 如果你不定义 不分别 关闭六根 到最后就是关闭六根 因为不定义了 他大脑没用嘛 脑子就是给你分别定义的 你不 那剩下六根只是看的 你知道吧 这只是个视频啊 他就 他只是一个摄影机 他只是通过这个东西 你大脑起作用 你只是看过来 但你是好是坏 大脑不用做 他眼睛是不管的 耳朵只是听声音 这个声音是什么含义 是大脑赋予的 否则只是个声音啊 耳朵只是个录音机啊 只是个听声音的机器 如果不定义呢 只是六根在这儿 只是都不起作用 这个六根 那么大脑如果不定义 慢慢你知道吗 会出现这个六根 就会关闭 因为大脑不需要他 他就休息了 停止工作 心不作用 六根就关闭了 六根就看上去 如果大脑不定的话 他是个图片 你知道吗 你对我是个图片 知道吧 我都不定义你 你坐在我面前 我只是看 但是我能看见有个东西 但我脑子不定义的话 你是个什么 但是不代表我看不见 是吧 我不定义你 我不分别你 我两个眼睛只是看过去 你对我可能不存在 可能存在 这些都没意义 是吧 OK 这样的慢慢世界查了 这就等于六根关闭了 六根关闭 这个时候你知道 慢慢随着世界的推移 你脑子里储存的那些信息 就不再有意义了 你知道吧 你生生世世那些东西 真的是像繁星也要有落 像天上的信息 全部出空中落下了 就没有了 清零了 清零了 这个系统全部清零 整个系统的信息删除了 全部删除 这个时候清零以后 你就才是 你是真空 才是空的状态了 才进入空了 如果你知道 还有一个粉碎虚空啊 这个状态 还有在这个时候 还要去你成道的这个概念 还有很多的 就是本身系统开始粉碎 你还有个系统 只是清零了 然后再把系统打坏 打破 你没有系统 这个时候才差不多 否则你脑子里那些信息 永远在那 你没有真空的 你忘我 无我 其实还是在那 那些东西还在那儿存在着 只是你不动而已 一直到不动不动 六根不起作用 内而不起作用 清零 清空 你真的 你看一个人 如果你不定义他 你不定义他是男人女人 或者不定义他美丑 或者不定 你只要不定义他是什么东西 甚至不定义他是哪一道的东西 你只要不定 你只是看着他 你时间久 你这么定住 你脑子不拽 不定义 也不分别 也不知道他是谁 你时间久了 脑子不分别 你慢慢你就会看清实相 那个东西真的 不知道远 不知道近 不知道大 不知道小 而且他不知道是男的 女的 你啥也不分别 他就是个图片 还是个真实 你也不知道 假的真的 都不分 马上就出来 你只要不定义 他就不分别 脑子 然后系统就会瘫痪 脑脑 他需要一段时间的训练 你这样的 不分别 你先去认识 我可以再去认识 他就不分别 你不分别 我再给你 你不分别 他不分别 他不分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